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合完影后在滔滔的催促下 才一一不舍的上了车 到了车上还打开车窗和果果挥手再见 他真的豪宠果果们 因为答应了果果们晚上九点半要和他们在超话里互动聊天的 可直播那天路上堵车 九点半的时候承意还在路上没到家 去过横店的果果们都知道那边的网络真的很不好 承意又不想让果果们等 在车上试了几次网络都不好 就让滔滔把车停下 自己进了一个巷子 走来走去的找信号 在微博上断断续续的和我们互动 所以我们看到那天晚上 我们看到承意一会再现 一会离线 有果果还问承意哥哥是不是在和我们捉迷藏 但是就是在网络这么不好的情况下 承意他为了不让果果们失望 依然坚持和果果们互动 才开始的时候他还非常可爱的像朋友一样跟果果们打招呼 还说 我申请加入聊天 我想说不用申请 我们超级欢迎呢 然后承意就说要看看我们在说些什么 还说直播的时候有点紧张请大家多多包涵呢 直播的时候真的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 不用抱歉 你那么好那么真诚 我们真的很爱 承意他真的有非常认真的看了我们给他的留言 给他的评论 看到果果们问他说吃晚饭了吗 他会说 现在这个点应该都吃了吧 还说吃了蛋糕呢 得去跑个步运动运动 真是超级自律的哥哥呢 也看到了果果们关心他身体健康 要天天开心的话 他也同样的让果果们注意身体 要开心快乐 举播的时候多看看剧就可以了 平时还是要把自己和家人放在第一位 要好好的生活 天啊 承意怎么会这么真诚呢 他这些话真的不是对他的亲人说的吗 果 不 果果们本来就是他的亲人啊 而且永远都不会离开他的亲人 承意虽然没有反哪一个果果的问题来回答 但是他却基本回答了所有果果的问题 比如我的我问哥哥吃蛋糕吗 今天有没有吃长寿面 有没有加两个荷包蛋呢 承意都回答了 吃了蛋糕 也吃了加蛋的长寿面 其实我在直播间还问了哥哥最近有没有钓鱼 林霄也帮我问了 承意说以前17年到19年没多少工作 会经常钓鱼 这两年太忙了 钓鱼的装备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听了这话 我为承意感到高兴的同时又特别的心疼 高兴的是承意现在被更多的人看到 工作也多了起来 心疼的是因为工作太忙 一年都很难得休息两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但是想想好像承意最喜欢的事就是拍戏呢 他曾经说可以不让他吃饭 睡觉 但是就是不能让他不拍戏 真的是个世系如命的人 最后承意要走了 还跟大家说了再见 让大家动起来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 一起越来越好吧 没了 还发了几张照片 承意真的是特别好 哪怕是超话力发博也是有始有终 来了会说哈喽 走了会说再见 承意生日工匠超话这天晚上回答了所有果果的问题 我真的感觉超完美超满足 后面知道承意发的那些微博都是在一个小巷子里发的 因为网络不好 一直走来走去的找信号 本来订好的半个小时互动 承意跟果果们待了一个小时 不知道那个小巷子里面有没有蚊子咬到他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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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